阿露哈的全民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今晚九點話一樣說我們隨便聊隨便打環節囉 那今天本帳要幹什麼東西呢 本帳今天是10月16號的時候啊 那這邊的話呢果然 欸我們的續的10月強襲關卡就來了 今天一樣提醒大家要來打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白丁券的這個碎片的這個關卡要記得來打 那在打之前的話呢先來把沙漠這邊給他解決一下哦 這邊瘦石啊每天都還是一定要打一下 打來打瘦石才可以讓更多的貓貓進化 然後有觀眾跟我講說就是 目前來說我們好像 還有EX系列的那個貓貓的那個蛋蛋還沒有進化 我們待會去看一下那隻需要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C有有一顆 然後EX也有一顆 然後我記得吃的話好像還會有再有幾顆吧 因為目前來說感覺好像 還沒有版本更新啦 最近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版本更新跟日版在跟上 所以才會感覺就是東西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有一些新角色跟一些東西好像都還沒有實裝 比較可惜一點點 但沒有關係 我們到時候再慢慢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覺得應該是要等這一次的這個亂碼 1%的合作活動結束之後才會 做版本更新吧 應該是這樣 喔 拉斯沃斯沒有問題 先來弄一下齁 那待會兒的話我們就來去 那個弄一下那個什麼 弄一下 忘記我今天要幹嘛了 完了完了 我剛剛跟大家講我要幹嘛 直接一個忘記耶 等一下喔 我想一下 我這邊我剛剛要幹嘛來著 阿等等等等 十月長襲關卡 十月續長襲關卡好不好 先打那個我們再那個 完了各位 你們知道嗎 哲平啦基本上已經 已經越來越老啦 所以以後如果 哲平越來越奇怪 請大家不要見外好不好 有年紀之後 本來腦袋就很不靈光了 我們現在又變得更不靈光了各位 真是SIMIMASEN好不好 真是SIMIMASEN 好 酷的沙丘給他結束了喔 那待會兒我們先去看一下 1X貓貓的那顆蛋蛋 他需要哪一些壽司 如果能夠進化我們就讓他進化 如果還不行的話我們就繼續努力打 拜託給我個獵人地圖 喔沒有他給我仓壽石 好我們來看一下哈 升級這邊的話 1X這邊還有一顆蛋蛋是可以進化的喔 因為我們 上次有看到稀有 那邊是還沒有可以進化的 那這邊的是邪惡的蛋 這邊的話他是需要 哇靠 超多耶 死死死死死 他每一個都需要死耶 這個蛋有點嚴苛好不好 但是我們這邊應該沒有辦法 喔宇宙篇這邊也可以打喔 先去打一下宇宙篇的那個boost 宇宙篇不死生物 打一下 那個蛋好嚴苛喔 怎麼那麼貴啊 我現在留下來這幾顆蛋好像都 都很難進化耶 進化條件有點嚴苛耶 要死個耶 哇哩咧 這麼喜歡吃壽司的嗎 壽司真的嚴重超級不足耶我的天 好來看一下啊 哇這罐都是一星有星星的這個大本營 然後這次是死乙獸跟這個大象 哇完蛋 想一下喔 先這樣子 然後待會派出號機 走啊出號機 然後盾牌 我們現在揍一發就死一隻耶 應該還算蠻ok的 真的可以耶 哇 喔可是是水屯軍 OMG 來了來了來了 水屯軍來也 不死水屯軍來 這感覺起來我們那個出號機有點猛耶 他現在是一拳一隻的那種概念耶 所以這關的話應該也是ok的喔 沒有太難 直接大軸基地 烏巴巴布給他毀掉 這個出號機直接送他們 去吃便刀了 完全沒問題 大軸基地 掰掰 然後這邊都還蠻不錯的 因為他會送你就是我們那個 罐頭還有一些特別的一些能力 統帥力會變比較高這樣子 好 來 那我們繼續回來 今天的重頭戲 那就是我們的這個 蓄實月強襲關卡 這邊的話大運動會好像是夜間運動會吧 所以會有這個 那個有沒有 就是不死臉歌 好久不見了喔 那我們一樣用這套隊伍打應該是ok的 然後一樣打五關 然後拿到我們那個 白金碎片就閃人 我剛剛拿白金碎片 我們就趕快去打一下那個亂碼的關卡 我覺得亂碼的關卡現在的話應該 會比較比較恐怖一點點 那我來囉 這個是這個 舌頭外翻的這個河馬 好不好 這個臉歌其實我覺得還算是蠻可愛的 他是就是 會踢鞋子喔 會踢鞋子的這個概念 然後臉歌的話其實應該是 PONOS的另外一款遊戲裡面誕生了嘛 那款遊戲不知道是不是比貓戰還要早 就是那個翻滾吧 臉歌 是比較早還是比較晚 反正裡面的話有超級無敵多臉歌的就是了 然後這邊的話基本上是我們這個 運動會這個踢鞋鞋臉歌 這隻我們也是有看過的 那在我們就是那個 風雲貓咪塔裡面是有看過另外一個的 就是單純有角的 但是沒有這個頭髮的喔 然後也沒有穿鞋子這樣 哇 說話題這邊打這隻這麼辛苦的嗎 OMG 喔 但是我們貓砲直接 直接給他解決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 後面這隻河馬 有點尷尬喔 哇 不會吧 認真 認真 我們不會被打死吧 喔好險 有進化掉了 好大運動會LP11算是沒有問題的喔 Nice 那目前來說你們覺得臉歌裡面 哪一隻臉歌你們最喜歡 或是覺得他最厲害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目前臉歌的話有我們的異星臉歌嘛 他是我們就是那個別墅 喔他是一棟別墅喔 這還蠻特別 我們之前看那個就是 怪物圖鑑的時候有看到 然後還有 紅色的這個臉歌 他是刺面割網嘛 然後還有一般的這個 漂浮臉歌跟鋼鐵的臉歌 還有我們剛剛就是那個 BOOST的臉歌 你們最喜歡的是哪一隻臉歌呢 或是覺得哪一個臉歌比較恐怕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這一次的這個 強襲關卡 是我們這個 運動會臉歌吧 就是會踢鞋子的這一隻 看起來很像運動會臉歌啦 好不好 實際上他是什麼我不知道 來了 先出出號機 哇這個會鑽地板真的挺麻煩 而且我們只能出 只能出15隻啦 這也是一個大條件限制 這也是挺麻煩的 Only出15隻角色喔 好 哇 要不要開個砲好了 加速減他的血量 哇 哇他這個角角也是有點厲害耶 那這個是中遠距離範圍攻擊 可以進化掉成功 Nice 然後我記得這個月間的這個 強襲關卡好像都是10關吧對不對 那後面的話就比較稍微比較困難一點點 然後第10關應該是可以拿到那個 稀有券 也就是我們的金券喔 所以大家如果缺金券的話呢 是可以來拿一波的 好 妙力打兩個 但沒有關係 繼續 大運動會LV13 這關我覺得稍微好像有點硬邦邦的感覺 而且 因為你只能出15隻角色 所以不死敵人的話 他就會鑽到後面的這個 後面的塔 然後一直打你塔 那如果你沒有一些東西可以守住的話 那你就會比較慘一點點 所以這邊還是建議大家就是 先不要出那麼快 就是慢點出慢點出 然後讓他們鑽地板之後 我們再做點事情 應該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個就看大家怎麼去打這樣子喔 來了 先讓這個河馬先鑽地板 裝出來之後我們再出出號機 剛前面打那幾次我都出太快了喔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就是 前面有東西然後後面變得沒東西這樣 所以這一次我們改變策略 我們讓後面有東西這樣子 然後他們如果要鑽地板的話呢 我們就貓砲給他挖出來 然後我們這邊還派出了白烏溝這個環術 應該是ok的 那這河馬要鑽地板我們就把他挖出來喔 好 給我出來 然後順便 順便用那個貓砲打擊一下這個臉哥 可以 沒問題 臉哥的種類真的很多耶 臉哥啊 大象啊 然後還有那個 帝王啊 噴噴老師 都是目前來說就是 種類 算蠻多的一個角色 好不好 蠻特別的 不知道當初Polos是 是什麼原因設計的這種 還蠻特別的這個角色 好 這邊的話我們再吃兩個貓力打 就可以拿到這個碎片了 那這邊會先這樣子打 原因是因為我害怕就是我如果就是 沒時間的話我會怎麼樣 我忘記的話我就會 忘記來拿這個白金碎片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現在要 要的話就是 每一個月這個白金碎片一定要拿 這樣你才會有一張白金券可以就是去運用 這樣子 所以就是 迫使自己在錄影片的時候 趕快先來打一打 不然很有可能就忘記了 忘記就慘囉 忘記就慘了 好 現在放一隻拉麵王跟一個功夫貓貓 然後等他走過來之後呢 我們再出出炮機 可以可以耶 其實功夫貓貓真的是還蠻猛 喔 賺塔了賺塔了 那個臉哥也會鑽地板耶 蠻可愛的說真的 我以為他只是 就是一般的跑過來而已 因為有一些不死癲他是不會鑽地板的 水屯具好像就沒有鑽地板過 好 一樣待會那個河馬要鑽地板的時候 就貓泡給他挖出來 幫忙打擊一下 你給我出來 沒有問題 進化成功 然後這個臉哥應該也命不久矣了 可以 越戰越勇 攻擊提升 直接把他給揍翻 LV14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LV15了 其實前面五關都算還是蠻簡單的啦 就是大家不用緊張 就是怎麼樣打不贏之類的 就是都還蠻簡單的 所以拿完這個 白金順便拿一拿 然後 那個什麼 五個月 你就可以拿一個 白金券 然後白金券的話就百分之百 可以獲得一隻超級貓貓 那 身體來說的話你就很賺 你就只要這樣打 你基本上就是慢慢累積很多超級貓貓 你就不用擔心就是有一些關卡 打不贏這樣的感覺 好不好 好 沒問題 繼續走起 來來來來來 然後等下挖 等下挖地板出來 我們就出號機走起 nice 大運動會 可以 哎呦 這次好像 這次好像不太可以哦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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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好像不行 給我出去 給我出去 哇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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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亂搞亂搞 這次好像有點有點太快了好不好 要慢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先 拉麵王一隻就好了好不好 完了完了 太滿粗了太滿粗了 好 先存到9000好了 先存到9000 然後我們先4400 存起來一隻初號機 我們再說 不然感覺好像有點危險 好像有點快 好 沒關係 先存到9000 哇 要出大事了阿伯 出來出來出來 還加上那個惡魔族敵人就真的很 很很麻煩了哦 好 打後面去了 然後盡量趕快進化他們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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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哦 可以可以 我來看 初號機這邊有那個 越戰越勇敢 但是 我覺得我們有點慘的原因是因為 沒得打河馬 OMG OMG 我好像我們比較快 嚇死人了 好 白金水片取得 完全沒問題 好 那最後的一點點時間 應該已經沒時間 但是我還是想打一關好不好 亂買1 2的關卡 LP20各位 究竟有沒有機會打贏 好不好 我們上次是用那個 活動系列關卡嘛對不對 那我們這一次的話呢 我們來用一下那個 用這套隊伍來打一下好了 用踏踏貓來打一下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嗎我不知道 LV20 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就是那個亂馬1分之1的 他們的角色究竟是哪一類型的 你們知道嗎 我不知道他們是哪一種類型的角色 他們有沒有屬性 不知道 因為欠道歉他們感覺就真的還蠻可怕的 我們這次用那個 機西有雙拼 大戰一波他們來看看 然後再加上我們踏踏貓 機西有雙拼 魚人貓再加上我們康康五貓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把他們烘掉 搞不好其實我們關卡這邊的這個 貓戰的貓咪就很強了 但他這個 聽到歉的渾身一擊還是 very very恐怖 但感覺我們目前來說好像 扛的還行喔 嗎 好像沒有 呵呵 好像沒有 他如果再繼續渾身一擊我就真的要掛了 而且他後面那個誰 後面那個牧師一直在 降我們攻擊啊 哇 完了完了 哇 欸 這個渾身一擊真的很討厭 太誇張了吧 難道真的要 遠攻距離大部隊了嗎 這套隊伍扛不住啊各位 看個慢速跑了 喔 亂把他死掉了 亂把他死掉還必須死一個天道歉才行啊 不然要完了 哇 欸這個渾身一擊真的很噁心欸我待會 下一場不用看那個美女神他們好了看一下 有沒有辦法有機會把他們弄死 哇 你看這個天道歉 這個渾身一擊 啪下去 我的心都涼一半了 你們自己看 噁心都巴拉鬼的 然後他們看起來應該不是漂浮性敵人因為 這邊的話我們的那個 魚人貓沒辦法緩速他們喔 然後一直讓我們緩速跟那個攻擊下降的是那個 是那個垂垂妹子啊 一直在緩了一直在緩了 好恐怖 打不起來都感覺好像OK喔可以可以可以 打死一隻了就只剩下千道歉 把千道歉打死我們一切都OK了 拜託了 哇這個渾身一擊要求了 反正打這個關卡越到後面我真的是越推薦大家不要開加速 開加速有點可怕喔 哇怎麼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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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開加速好不好 LV20開始就很可怕了 天天關卡是有30關卡的喔 30個關卡好不好所以 哇恐怖恐怖 沒有很簡單啦各位 13395有一個稀有券然後還加一張最棒的地圖OK 好的面我要換一下那個了 員工大部隊了這不用員工大部隊我真的是 沒辦法了好不好 看一下用哪一隊喔 用一下這隊然後把那個 死空女神美女神他們直接叫出來好了好不好 然後這兩隻換下來 應該是有辦法了吧 死空美女神兩隻先上好不好 然後小地上下來 然後換死空女神 死空女神 這是新娘的耶 應該要放這個 可是新娘是有反應效果是不是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他那個距離應該是會被那個 聽道歉揍爛的你們怎麼看 哈哈 聽道歉很可怕捏 直接揍爛我們怎麼辦 來 9000 9000 Nice nice 可以喔 好然後 我們待會就是先存點錢然後等到 他們真的就定位之後我們扛著住之後 再開始派我們員工 欸這一次居然是先出這個 錘子妹妹 其實我是忘記這個錘子妹妹叫什麼名字 叫叫什麼靈嗎 還是叫什麼 什麼什麼籤啊 哈哈 完蛋了待會去補一下名字 喔這次沒有聽道歉 唉唷那你們沒了 哇 欸他們的老大修山了 那我們贏定啦 他們沒有派出他們老大那他們不用玩啦各位 他們可能不知道他們會贏我們就是因為聽道 來了 英雄是最後面才出場的各位 來了 哇我們這距離是不是不夠遠啊 我的那個時空女神還是掛了 但是我們有些努力的先把一些就是 他們的超級貓貓先弄死 有啊帶美女神有差的各位 哇但是這個渾身一擊還是very careful 但沒關係至少 至少找到一點點小毒破口了好不好 呀加油 喔 喔唷 沒有沒有我以為聽道歉死了 還沒死還沒死 這錢錢給的很足欸 那我們可以瘋狂出超級貓貓 好可以喔 聽道歉拜拜 一切就ok了各位 好緊張喔 我覺得以這個隊伍的話應該是可以殺到30關 應該是沒問題 來來來 我們還有一次機會 走起 LB22 喔 這關給他射完好不好給他射完 不知道耶他好像原本就是到這關開始才改變那個隊伍的陣型 以往來說好像都是 第15關還是第幾關就開始 只是因為這次關卡有30關啦所以他從這個 第20幾關開始改 你會發現一開始原本都是那個 紅色敵人的大本營有沒有 現在反而換成這個 天使跟黑色敵人的比較不一樣的各位 有沒有發現嗎 死瘋女神 然後他們出 出角色的方法也不一樣了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在這之前趕快先把他們這幾隻 全部都優先的擊殺掉 這樣我們就會很舒服 擊殺掉 拜託了 壞他他貓兩隻狂踏猛踏 亂馬是不是掛了 對阿妹還沒亂馬還在 快快我們要在那個 天道歉出來之前 把這四隻先打掉 不然會很慘 加油加油 天道歉 天道歉出來之前一定要先把他們給擊殺 不然會很不舒服 來了來了來了 先關個加速 先關個加速 喔有有有 錘子妹妹先掛掉了喔 待會出去看一下錘子妹妹叫什麼名字 阿完了你看 渾身一擊又來了各位 死定啦 感覺要 放一些那個 擊退效果 還是我們用總火效果 天道歉就沒辦法打出渾身一擊 是會這樣子嗎 不知道耶 因為我其實真的不是很知道就是 渾身一擊的那個判斷程度 在哪裡 就是一般的那種緩速阿或是攻擊力下降這種的話基本上 讓那個總火效果的話是可以避免他們可以用這些招式 但渾身一擊 跟波動好像不是這類的對不對 喔亂碼拜拜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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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是ok的喔 而且我們這邊有四隻坦克喔 攝影師貓貓拉麵王再加上這個強貓 狂漢強貓 這邊應該是可以開加速了喔 我覺得了 哇你看那個牧師 他還是可以這樣用到時空女神喔 可是時空女神這邊 他們應該是沒有屬性的敵人耶 因為時空女神是有屬性敵人才會那個 暫停嘛 但剛剛時空女神炸下去的時候這三隻完全一點反應都沒有耶 Oh my god 那就代表他們不是有屬性的敵人喔 就是一般性的敵人囉 好沒問題LV22完全沒問題喔 那今天專輪的環節啊就是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月數號來了月中來了 所以記得一定要打一下這個旭月中強襲啊 拿到這個白金碎片 比一千都還要重要了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品牌見囉 大家拜拜啦